冲啊 民营后金团 这次中国代表团啊 有近60%的运动员 都是95后哦 还有一批00后的小叫 最小的才14岁啊 别看人家年纪小啊 个个都是隐藏的大神 比如说2000年出生的杨倩呢 就刚刚为中国代表团 获得了本次冬季奥运会的首眉金牌 2012年出生的王景佳和呢 又曾定在18年的杨家的爱运会上 获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 等四个小时班员 真是太强了 女拼选手孙颖沙呢 在以往的比赛中节奏一直非常好 咱们的大魔王张艺凌啊 就曾经夸他说 心理素质超强 而且无可复制 2007年出生的跳水运动员 全婚禅呢 今年才14岁 他可以说是这次东京奥运会 选拔赛中冲克了一匹黑马 水花这块 咱们就看他了 这些运动员呢 基本上都是首次参加奥运 个个都是兴奋难当啊 咱们的孙颖沙 奥运团就揪着马 问说管笨嘛啊 然后就放下行李 其实呢 疫情之下也是希望咱们的运动员 能够在东京吃好 睡饱 稳定发挥 平安凯旋 冲啊